其实还是比较想赚钱多一点 可能一年时间你已经能置业这样 那我们一起赚钱 然后可以一起去玩 一起去吃这样 就那个气氛觉得很好 大家好,我来自广东北九家 我现在就在这个轻衣站美联物业工作 因为我个人就不太喜欢读书 就去报读了这个英王这个创意学院 然后我当时选的这个是表演 读完之后感觉好像自己不太合适 然后就开始找一下就是别的工作这样 其实还是比较想赚钱多一点 有一个中学同学进了美联的文书工作 他叫我去帮一下忙 当时我就看见有一个同事 然后他就突然之间有个客人就走进来分行 然后就说要找一套三局势 然后他就带他去看了 当天回来可能回到芬兰就开了单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那你这一张单下来赚了多少佣金这样 然后看见好像大概三十来万左右 然后发现其实那收入还是蛮可观的 当时就已经萌生了就是要转行去做这个地产 蛮搞这样 因为他发给他卡片给我 当时看见就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 我说这么年轻的人能带我赚很多钱吗 然后我去问他 然后他说反正这个团队是我 因为比较多年轻人嘛 大家都是有国力 大概都是二十来岁左右 因为我们同事之间是有很大的信任度的 如果大家发现大家跟到同一个客人的话 我们就选择合作 整个团队是个做一个互同 营距离还是蛮大的 然后我们一起赚钱 然后可以一起去玩 一起去吃这样 就那个气氛觉得很好 那个氛围 因为他是佣金制嘛 那可能会赚到更多的钱这样 你有多勤奋 你找对了机会 找对了团队 反正你赚的钱是无上限的 我又喜欢这种感觉 如果在芹怡看房的单位 基本上有七成 都是能看到海景的 那如果是浩井跟营距这些一线无怨的话 大概都是有七八成左右的单位 都是能看到海景的 对 我感觉这是第零人节吧 就是比较舒服 尤其是一些港票 这些专才过来香港这边工作 然后他们要出房子嘛 那他们肯定是觉得就是有海景 上下班方便 而且那价格是比较 性价比比较高的 你比较容易跟他们产生一个公民 可能大家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 或者都是国内过来这边工作的 然后可能你会更加了解他们的需求 如果我自己的目标就是可能 在未来能买多一两套房子那样 那可能我就不用工作 我也能有一个收入 这样因为香港的房子是没有租不去的房子的 只不过是价格的合理性 如果你在追梦的途中感到迷茫的话 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美联的大家庭 勇于尝试突破自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